为专门学生是在石材的胸脱的文化 超纵丁公司高大基盘环境高与满党 凡贵达到进来十三间各小的小孩 头过参访有机农党 石材是不公平的生态典形状 要且专业的德南人员做各伙的改设 达到学生体验不一样的生态风貌 今天可以了解到自己的幸福 一个非常棒的天然的杀菌剂 驾到这个幸福 听到农民拿到材料进行设计 华新知道什么是有机农党 了解全生态的德性 有这么多地匪 还先听到人家的嘴巴 他在幼宠的时候 1020的时候 十三个国后 这个户外的一个教学 环保以及我们认识 草屯的人事物 以及文化 人文 地理环境 以及产业 他为了有处理的参峰形成 专业的道南介绍 草屯顶公司 创造成丁内的高校下层 这地在设施 在地的兴奉文化 处处都有走起 但他今天来发觉 就是让小朋友认识 有机作物栽培的种种层面 接下来就是有平顶的大张树 还有土层的教育文化园区 水利的 让小朋友认识草屯的水利工程 跟灌溉 后来基盘活动 13间国学学生 轮流进行参峰 内容都完康复 为作人的心态 专业文化 专业的工程 让参业的小孩 接受不一样的三个面貌 既然不用提醒自己的幸福 看到那个比较特别的 那个补额器 而且它是专门补那个雄性 而且它的那个盒子里面 还有专门用那个磁性荷蒙的东西 还有紫色的乳筍 应该是炸膜吧 为什么 因为炸膜它本身很难抓 它跳得很快 跑得很快 因为你喜欢空床 不要把我们以前 那个老祖宗留下来 那些生态都是灭掉嘛 所以应该 小朋友以后 他们就会比较有 治愈这些生态的关系 它也是一个非常棒的 幼鸟素 而且它是 是只能让我 专门提供 到达小孩 专门的英雄 那是在地生涯 才可以知道 要让自己生外这批土地 去吃 文心 彩虎路